在本章中主要讲解一些JavaScript的精彩实战 来巩固本章中前面所介绍的JavaScript语言知识 首先让我们看看如何实现鼠标文字根据的效果 我们打开JuneLiver的建议 选择文件打开菜单命令 双击打开19.4.1文件夹之中的index文件 在代码视图下我们在Hide的标签之间输入 设置鼠标文字根据效果的JavaScript代码 在这段代码中 我们可以看到鼠标根据的文字信息显示为百年好合 按下CtrlJS组合键保存音源之后 我们按下F12快捷键 此时在弹出的浏览器窗口中 即可看到界面的预览效果 下来让我们看看如何实现单机烟花的效果 变换到JuneLiver的界面 选择打开19.4.2文件夹之中的index文件 在设置视图下看到文档的解释效果 我们切换到代码视图下 在Hide的标签之前 我们输入 输入一段JavaScript的代码 然后我们修改Body标签 再在Body标签之间 插入一段代码 完成之后保存页面 按下F12快捷键 在弹出浏览器窗口中 我们可以单击页面 看到单击鼠标 产生的烟花的效果 通过使用JavaScript 我们可以将页面设为首页 并且加入收藏 让我们切换到JuneLiver的界面 看看具体的实现方法 首先我们打开 19.4.3文件夹之中的index文件 在设计视图下 我们可以看到显示的效果 我们将光标 放在要加入设为首页 和加入收藏的位置 然后单击选择代码按钮 在代码视图下 我们插入这样的一段代码 分别设置设为首页 和加入收藏 保存页面 按F12快捷键 在弹出的浏览器窗口中 预览应用效果 在该页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出现了两个超连接 分别是设置为我的首页 和加入到我的收藏夹 两个超连接 最后 让我们学习如何用JavaScript 在页面中插入倒计时排 首先我们切换了Java的界面 选择文件 打开 双击打开19.4.40的牙之中的 index文件 单击打开按钮 在设计视图下 我们可以看到 页面效果 将光标放到需要插入文字的位置 然后单击代码按钮 交换到代码视图 插入 设置倒计时排的代码 在这段代码中 我们可以看到 倒计时排的内容是 距离2012年7月27日 伦敦奥运会的一个倒计时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输入 其他节日的倒计时 只需要精确的输入 免夜市的时间即可 操作完成后 保存页面 按下F12快捷键 即可在弹出了 浏览器窗口中 看到设置的倒计时排